所以他就直接就掉了下来 而当时在这个现场的一些清理呢 在今天下午的4点55分的时候 就是现场的消防告诉我们 现在一共是死亡时19人 没有升降机里面的一共是有19人 经过现场的救援呢 还有伤员 因为一共是19人全部遇难了 非常可惜 那么在今天下午5点 湖北省的省委书记李鸿忠 还有湖北省的省长王国生 他们也是到了现场进行检查 还有一些看的最后的一些指导 那么当时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 他提出了三条意见 我觉得现在就是 大家都是按照这个在执行 第一条呢 他就说要求当地的第一时间公布出来 要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且他在现场也说到 就是大家在外面打工的都不容易 市政府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 把这种事故的原因 这样的可惜掉了 所以说他要求把事故调查出来 对相关的责任进行严肃惩处 把它进行很好的妥善的安置 那么现在武汉市也成立了专班 一个二期长江大桥的一个 下面的一条主要的通道 而在我旁边呢 这个东湖警园 其实它是一个环件的工地 在我身后的这栋楼上面 当时这个叫做施工升降梯 它是从下面直接上升的过程中 到一百多米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就是杀不住渣乱的那种感觉 杀不住以后它就冲出去 我本来是一个 所以我其实就冲出去